比亚迪之前光靠着大陆的庞大内需市场就不得了 政府单位啊等等 所以一下子一两年那个特斯拉很大的压力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就是当第一名啊 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讨论的像振华重工 也是第一名有没有 像华为啊等等之类的 那现在包括这个比亚迪 你觉得呢接下来露死谁手 还有包括最近露媒这题也很热 像巴菲特九次减码比亚迪的持股 巴菲特这什么意思 比亚迪未来也不看好吗 他的持股总数接近要砍半 总共抛售了大概9500万股 比亚迪的这个股票 那去年8月之前啊 就是巴菲特所持有的这家公司 波克夏从来没有卖过 但现在一下子砍这么多 所以前景不乐观吗 最近特斯拉有一些动作 他们在去中国化 什么叫去中国化 就是他整个 他原本在中国在上海的一些这个 组装厂是他这个产量最大的一个 海外的一个工厂 结果他们最近都要全部开始改采 就是尽量不使用中国生产的原物料 包括电池以及它的马达的原料 全部都不要了 那这时候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美国去年有一个所谓的 降低通膨的法案 那里面就鼓励 尤其像电动车 一台有这个7500块美元的这个鼓励他们的一个额度 那如果你符合全部原物料在地 就美国在地生产的话 你就能够申请这个补助 但你讲到这里我都觉得美国要疯了 因为中国无所不在 你刚刚讲到电动车的这个灵魂就是电池嘛 电池宁得时代啊 对大陆的 对所以一个是原物 一个叫做马达 一个是这个电池 电池本来特斯拉是跟比亚迪合作啊 然后现在你 你知道比亚迪 那个经济学人说比亚迪将成为这个电动车的Toyota Toyota都跟比亚迪合作推出新款 80万就可以这个电动车 其实以这个价位来讲真的是非常低啦 那所以对比亚迪来说 他当然如果今天纯粹讲电动车的产业 那也许他没有到这个名列前茅 他只能大概中国市场比较优渥 可是如果今天讲全球的电池产业 比亚迪有专利 就他的那个所谓的刀片电池 他绝对是目前许多电动车 这个为了要降低他这个电池的空间 然后提高安全性 目前还是首选 所以对比亚迪来说 他反而这个你特斯拉不来做 我生意没关系啦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产品链 那现在特斯拉的策略是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特斯拉他过去的这个所谓的高价奢华的 这种这种比较豪车的这种等级 慢慢他要把它降低到 比如说中产阶级都买得起的路线 那这个对比亚迪本来就走中产阶级的 这个路线的定位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竞争 那比亚迪未来 未来他不可能只靠电动车 所以他必须要有更多的 比如说 跟这个比如说其他产业的合作 我的电池能不能有更多的这个应用 这个是未来 当然你说像为什么巴菲特要减少这个持股 那就是因为他知道美国有这个 所谓鼓励本土电动车产业的法案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知道 因为你的原物料都尽量要减少 使用中国大陆的这些的 因为比如说像 这个特斯拉最近发表一个黑科技 他说是这个叫做永磁 永磁的磁铁不使用稀土 不使用中国大陆生产稀土 那他那个稀土其实不是稀土 不稀有 他一点都不稀有 就是他是很 他的那个全球的长量 仅次于大概是铜矿的三分之二 所以他其实运长量还蛮多的 那个叫鲁 一个金一个铝 就是说那个那个念鲁矿 鲁矿他这个这个鲁 可是他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在提炼 所以这个 当今天特斯拉不使用这个鲁的 这个稀土这个材质 去当他的这个马达的原料的时候 当然这个巴菲特他们就会把 中国大陆相关的一些概念股 就降低持股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看准了 美国现在要为了要跟 中国大陆竞争 要他们要 变成说美国要在制造业上面 加强力道 好 这个时候你说比亚迪短期内 一定是短 就是说短多长空 短多但是 短空但是未来长可能是多 因为比亚迪在电池的技术方面 目前还是全球领先的地位 所以电动车最关键就是电池 对 所以未来 比亚迪能够跟更多的车厂结盟合作 老实说 你说比亚迪在台湾 你要买还不容易 你台湾的车子要买到比亚迪还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它的市场的定位 比亚迪也是今年 今年才要推第一款车进军日本 所以它的电动车毕竟是 它是电池起家 顺便做电动车 可是当进入 我们过去油车 油车产业就可以象征 油车只要是强的国家 都是工业制造非常强的国家 而进入了电动车时代之后 这比亚迪对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我能进入汽车工业 所以这个才是未来中国大陆 一定是请全国之力去扶植的 所以我说这个才是未来中美贸易竞争 可能这一块电动车的竞争 也会成为未来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 电动车的这个核心 关于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电池的部分 在昨天我们有一刻讲到这个宁德时代 有没有 这习近平在两会当中特别点名宁德时代 当然习近平曾经在这个宁德主政国 他对宁德是有情感的 那宁德的这个电池呢 也有供应部分给特斯拉 所以你看到没有 绕来绕去 绕不开中国的这个产品 当然这也是美国发现 不能再等线适资 必须要把这个中国打掉的一个原因 那比亚迪为什么这么强呢 近平你看一下 他有个一体化的一个战略 销量狂飙 当然第一个除了他的 你知道国家的力道啊 政府支持啊之外 他从上游就成立了矿产公司 在非洲买离矿 上游这么上游就开始啊 中游布局三电 电池电机电控通通都有啊 不靠别人 还有汽车半导体 下游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制造 制造 上游中游下游我都有了 我可以怎样 垂直整合对不对 全球唯一掌控产业链 上中下游的新能源车器 他是垂直一体化 当然也不是没有风险啦 那悲观的人认为不够灵活 都是你的 你也会有些这个内部的一些 这个压力啊负担等等 而且成本线开支高昂 但当然他是有些国家力道支援 像比方说 昨天我们讲的宁德时代 他也可以说是这个大陆 这个非常非常支持 这些都算是全球的冠军化产业 冠军产业 宁德时代也是啊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振华重工啊 都是 那比亚迪未来乐不乐观呢 乐观者并不看衰 认为这家总部在深圳的电动车厂 拥有更好的定价能力啊 特斯拉不用怕 是不是啊 藉由生产自己的车用晶片跟电池 他来调控大部分的供应链 那今年开始呢 他不只是内需布局了日本 像杨敏讲的还有印度啊 那很多外国媒体都开始分析这个产业 认为呢 这个比亚迪的未来啊 三年在中国大陆在欧洲在日本等市场推出新的商用车型 你看好他的未来吗 他有竞争性吗 我觉得比亚迪他把这个所有的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 这个供应链全部握在自己的手上 这一个做法是比较算是符合实际很聪明的 至少喉咙不会被人家掐在手上 那除了刚讲上游在矿场在非洲之外 他其实比亚迪就号称 从他的这个生产的自己生产的电池到座椅 到汽车的整个动力系统还有包括他的半导体晶片 全部都自己制造 都不可别 自己生产 然后自己有供应链 比亚迪实业公司 这个是在1995年成立于深圳的 创办人王福传先生 当时他们只是生产涅氢电池跟涅格电池 然后后来到了959697年到进入2000年千禧年之后 他就开始生产离电池 不要忘记在现在进入iPhone Samsung 还有这个什么小米手机啊 这些各种手机蓬勃发展的年代 离电池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你看过去二十几年来 所以你看他们就离电池的这个大产 全球70%的离电池供应链就在比亚迪手上 那所以我为什么看好说 比亚迪他有他一体化的这个战略 他就是号称这个东西我都不需要给别人来做啊 所以除了不会有原料和供应链断链的问题之外 还有就是他的定价 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 包括这个往下 像刚刚这个介大使所讲的 你定价一直往下砍往下砍往下砍 你看所有的这个车商产业获利者都会受不了 包括特斯拉比亚迪 蔚来小鹏汽车 我是讲一些中国道 还有丰田 他为什么能够短短在这两三年间 他的电动车的市占率仅次于特斯拉 还可以仅次于这个丰田 变成全球第三 然后他可以激起直追 甚至我在看三年前2020年3月底 他们开发出一个叫做刀片电池 对刀片电池呢 它是号称电池的空间的利用率可以达90% 60%以上 大幅缩小电池的体积 他的那个把这个磷酸铁离电池 做成的像刀片形状的这样细细长长的 长度还可以根据电池包的尺寸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定制 有时候可以这个让这个最长的长度可以到两公尺以上 他的安全性非常高 号称可以减少刚刚杨明兄所说的 他的稀有金属的使用量 你看包括稀图啊 然后还有提高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度 我们现在碰到了这个电动车要市场上开发 不外两个问题 车主的里程数的焦率 我快没电了 还有全部的这个 以台湾来说 全台湾的一个这个 他的一个电动装的这个部件 他的电人的这个产业 能不能随时配合 比亚迪就是从包括这个车子开 还有这个电动装 他的一个部件 PHEV 他的这个所谓的插电式的这个混合和油电车 他全部都一条龙式的 从电池到充电装 电人产业 中国大陆 以中国大陆的市场来讲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他完整有一条一个系统全面性的部件 所以当然特斯拉会有压力 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斯拉降价 当然是直指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是 他已经完全 我觉得马斯克他已经完全看不起 Toyota了 他已经不认为Toyota会杀的竞争对手 降价降到这么多 是不是险下的压力 他会认为真正可怕 马斯克曾经公开表示 两年前他就讲过了 2021年的时候 他说 未来跟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来自中国大陆 所以他根本不把丰田放在眼里 日本人一定要跟美国抗议 但是日本人也买了不少电动车 特斯拉 所以比亚迪真的威胁到特斯拉 特斯拉还会开始降价 降价 但是这种降价 真的会产生消费者的不满 跟厌购的心理 我就等 那比亚迪不怕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